各位呢我們把這個打開之後 現在我們就不要老是擦用範本對不對 剛才我講的這樣 長不大了 我們要長大一點 你先看一下這邊 在這裡的話呢 我們這邊 其實當然如果你想要的話也可以用什麼 用PowerPoint啦 把它匯進來 不過通常這不是我的選項之一 因為你要用PowerPoint 那你覺得再PowerPoint做就好了 幹嘛要拿進來裡面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直接開一個空白的好不好 挑戰一下 好 這樣有了之後呢 你一定心裡面開始慌慌了對不對 果然看到它空白 腦筋就一片空白嘛 所以我們來這邊找一下 它預設在左手邊這裡 預設在左手邊這邊呢 它會有一個這個 是不是已經有給你一個投影片 一個場景了嗎 那你如果不要的話呢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個叫做替換場景 這是第一種方法 如果你覺得這樣麻煩 你就直接先進一個場景也可以 這樣刪掉也OK 但是不能一箭不剩 這樣了解 不能全部都沒有啦 所以你不能一個的話就沒辦法直接刪掉 來 好按一下 既然腦筋空白 就讓它先幫你準備幾個場景吧 這樣 來你看 雖然它在下載中 但是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動態場景 現在外景 內景 自然環境 世外道具有沒有很多 後面還有 這樣你有沒有覺得比較放心一點的 對不對 好來我們看一下 好這個是一種 我就找一下那個 其實我覺得這個 雖然是大陸軟體啊 但是它有個好處就是 它有中國風 這個是我們一般 你在看所謂國外軟體 比較不會有的 所以中國有 中國文化的不一樣的感覺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先找看看 你覺得適合的場景 當然等一下我們後面 其實還是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你真的要做動畫 還是不要直接開始比較好 知道為什麼 劇本你要寫一下吧 要思考一下 這還是很重要的啊 我們現在是說先熟悉工具 先從熟悉工具 你就找一個 你覺得你喜歡的 那種場景 比如說我喜歡這個 好點一下 它就幫你把這個場景載入進來 這樣有沒有開始信心大增 原來我也會 但是各位 這裡有一個小缺點 稍微留意一下 你看我一進來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好像 這個場景比較小一點 不要擔心 它騙你的 你只要時間軸稍微動一下 你在左下角這裡 左下角這個時間軸 隨便點一下就好 它就恢復正常了 有沒有自動撐開了 你不用再去把它拉開 你不用再去拉開 事實上它是OK的 好這樣你是不是就有一個場景了 好那你總要找個主角出來吧 我們從右手邊這裡來找到 你看 從上面往下來 這裡 有沒有一個人 角色 右手邊 這裡有一個叫角色 你把它按下去 一樣 它會有心 就是內建的 可是這個角色呢 它最大好處就是 它是動畫 它是動畫 那當然如果你以後比較熟悉的話 其實也可以怎麼樣 自己去自訂角色 比如說你會做GIF的動畫 或者是如果可以的話 你做什麼 用那個 Adobe 就是我們講的Flash 現在叫做Animator 你可以去自訂它的動作 你看這裡 免費的呢 就可以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免費的就有八個可以用 可是這個八個呢 不是只有 你現在看到這樣子喔 它裡面進去都很多不同的表情 都很多不同的表情 所以你看 比如說你要西裝女 好 點一下 一個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很多表情 所以哀求 這樣有沒有再有增加一點信心 因為不會做動畫沒關係嘛 呵呵呵 對不對 它裡面有很多 你要對話的 這裡有對話的 要表情的 有表情的 大笑 滑過去它 你就會看到預覽 你就看你要哪一個 選好了 就來這邊把它按一下 你就點它一下 它就進去的 它就把你放到你的場景裡面 有沒有進來了 對啊 那你可以看你要站在哪邊啊 你就自己調整 大小啦 對不對 然後呢 旋轉這應該都不用我講 欸 倒是上次我去明治科大 分享這個時候 有個同學問我 因為它現在呢 是不是看這一邊 如果你想要它 看這一邊怎麼辦 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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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從這邊拉過來 這樣拉過去 你們好殘忍喔 這樣會成功嗎 不會啊 按右鍵 按右鍵 你到這邊 有一個叫做 這裡 有看到編輯嗎 有沒有叫水平翻轉 這樣了解喔 等於鏡像的意思啊 好 所以你把它按下去 有沒有就看另外一邊 因為他們突然問我 我說 對齁 我要想一下 所以如果你一定要站在這裡的 也沒有關係 這樣了解 那你可以先把這些東西先準備好 那當然下面啊 它還有一些那個什麼 像圖縮啦 像這裡 有沒有 有一些氣泡的啊 你也可以自己找 都OK 這個我先等一下再用 好 我先針對這個來 這個視窗我稍微拉高一點點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進來之後 每一個 是不是都是一個物件 對不對 都是一個物件 那你要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發現 這個物件的後面 有沒有一個無 這個東西 你記不記得我們剛剛在 甲上上面 也有做動畫 有一個叫進場 有一個叫什麼 離場 所以 這就是那兩個 這樣知道嗎 所以呢 如果你希望 我們現在這種方法 是一進來 是不是全部都 就是直接就出現 那為什麼好像它 突然一下出現 因為我的時間軸 有 有沒有發現我是從這裡才開始出現的 所以前面是不是就是空空的 如果你希望它一起出現了 當然你就可以來這邊 有沒有可以拉過來 把它 拉動一下 點到它 這裡 為什麼不能動 這裡 往前拉 有沒有 對不對 這裡往前拉 是不是我就可以 一開始就出現 看你的出現時間 你不要忘記 你現在是導演 你要誰什麼時候出現 就什麼時候出現 好 那我今天呢 我把它往後推一點 好 那麼我來看一下它出場的方法 現在就是 一到這個時間就馬上出現 這樣太嚇人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點兩下 點兩下 也沒有很多 效果跑出來了 在上面這裡 有很多效果跑出來了 那你有很多種方式 像手繪我就是 我還滿喜歡的 手繪我就還滿喜歡的 我點一下手繪給你看 你滑過去它有的會預覽給你看 好 我就先讓你確定 因為這樣看不出來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它手繪能夠繪出什麼東西來 事實上 Anomite這個軟體 老實講 你看到這些動作 都不是它的創新 你知道嗎 因為你知道大家都學東西很快 所以其實它有很多的 我在這邊介紹的 實際上是我們剛剛在哪裡 剛剛在那個雲端這邊 我們不是有好幾個那個雲端的那個 線上建立動畫的服務對不對 它從上面去學的 好 那我先看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有沒有畫出來 這樣有看到的嗎 這樣有沒有畫出來 不過因為你知道有點怪怪的 為什麼 因為我水平靜向 我剛剛把它換到這邊 所以那個方向剛好顛倒 正常來講的話 它就是會 就是把你圓圖 就是像這樣把它畫出來 這樣效果還不錯吧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看你要什麼樣的效果 那另外呢 除了你常見的這個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我覺得也是很不錯的 我們常看到的就是這一種 對了 剛剛那個手揮那支筆 那個都可以換 像我現在這個手 這裡 哇 你可以換這個是十指嗎 如果要摸牌用兩指嗎 你知道很重要的 這個 以後 如果你想要換自己的手 但是要去背對不對 要哪一個格式 PNG 你可以換自己的手 有興趣 你可以把自己的手拍起來 這樣你會比較有感覺 哈哈 好 它有不同手勢 來我先確定一下 好確定 我們再來看一下 它就變成這樣出場囉 有沒有這樣放進來 有的人就喜歡這樣比較有腎子 哈哈 對不對 所以 這樣 你會了吧 那一樣的 這是進場的部分 那離場呢 也是一樣 所以在後面這邊 如果你沒有特別設定 它就是一直顯示而已 好 就一直顯示 如果你希望它消失 點兩下 有沒有就出來了 所以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就是 你會的一個 其他的有沒有都會的 因為做法都差不多 好 比如說你要彈出 有沒有 你滑過去它就彈出給你看 好確定 那這樣我可以很肯定的 從這邊出場之後呢 待會我到這邊講完 它就真的消失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了齁 所以 這些角色怎麼安排都很OK 那麼 再來 你在用的時候 難免 我就先把這個 先把它恢復一下 先不要好了 對了 如果你不要的話 你可以就選最上面這個 無就好了 最上面這個無 那它就是 表示一直顯示在上面 你沒有叫我離開 我就繼續在上面 就繼續在上面 這樣 好 OK 那再來是各位最容易遇到的問題 就是在打字的部分 來 你可以試看看 點到這個字的時候 它下面呢 會有給你一些Sample 有沒有 給你一些Sample 那這些Sample呢 其實你可以直接拖曳 拉進來 你拉進來的時候 它會順便把字型就下來了 不過 不可否認 因為這邊還是 以簡體字為主 所以還是要靠你 自己電腦 你應該可以發現 我們在網頁上看 如果是以文字 可以選的文字來講 網頁上的中文字體 有很多變化嗎 沒有喔 主要就是 新細明標牌跟什麼 黑體 對不對 那這邊 因為它是單機軟體 所以你要用電腦的字型 自己電腦字型 可不可以 可以的 但是這個要留意一下 來 你看我先加一下 點進來 好 這個網址 換一個 好 我來換一個 這個內容放進去 但是你可以發現 就是 我的是可以打進去 你們打不進去對不對 你們打看看 試試看看 用這個 文字 用這個文字 你就點到 你要的地方 你打看看 它應該會告訴你 你的字體 有問題 對不對 中文答得出來嗎 你就可以 我就選字體 對嘛 你已經跟我有朋友說 就說 有沒有 你如果還沒有選字體的時候 它是不是會告訴你 不行 對不對 來你看一下這邊 這個字體 你看 你看 有沒有發現 我有的是綠色的 有的是問號的 預設各位的話 應該進去都是問號的 也就是說這個字體 是在你電腦裡面沒有錯 但是呢 它還沒有拿到這個軟體裡面來用過 所以你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你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你把它按下去 它會出現這個loading的動作 就是 就這麼一次而已 第一次使用 下次 因為它就變成綠色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這樣了解 因為它會把那個字型砍入到裡面 但是我建議各位 最好不要用內建的 標牌跟戲 我現在是不是用標牌體 你等一下就會後悔 你們用office 有沒有用文字藝術師 裡面如果你用標牌體 細靈體應該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吧 就是筆畫有交錯的地方會不會變中空 因為那不是軟體問題 那是字型的問題 那是字型的問題 所以你要用其他 就是第三方的 來 有沒有看到我的字變很漂亮 但是呢 我上國中課的時候 有位同學說 他就是喜歡這樣 他就說他喜歡這個字型 那我就沒責 有沒有發現 我們標牌體 馬上是又變成 就是智慧壞掉 所以 建議各位你要用其他的字型 那 字體的部分呢 如果你想要找的話 你可以到哪裡找 我這邊有跟各位做分享 在這邊 你到我們的任務裡面 任務裡面你往下卷動 卷到最下面 有一個顯示更多 來這裡 有沒有一些免費的字型 我有放一些免費的字型的那個 連結跟介紹給各位 你就可以從這邊 像最常見 我們在台灣最常見 應該就是王漢中 大概有二三十種字型 也包含了一些什麼 特殊字型 另外 像這裡還有幾個 像漢頂 漢頂的這個部分 好像是德國的 德國的那個中文研究所 他們釋放出來的 所以這裡面有一些 如果你有興趣 你就可以在這邊去 就是去使用一些特殊字 不見得一定要怎麼樣 就是 到別的地方去再去下載 這邊就可以找到 所以這樣字的部分有沒有問題 沒有嘛 那一樣的 你選好你的樣式 選好樣式文字的顏色之後 就OK了 那我把這個顏色圈來 請問 大小的部分要怎麼設定 平常我們office裡面 你都設幾點幾點PT 對不對 點 但是很抱歉 因為這種在做動畫 而且它是向亮的 不用設定幾點 就只有變大跟變小 這樣 就只有變大跟變小而已 所以很單純 在這邊 我就把它設定好 就OK了 如果要小一點 我就縮小縮小 這樣就OK 你也可以加外框 加外框 或者是那個都沒有問題 這裡 我去弄好明顯 還是先這樣 下面還有一些樣式 比如說你要陰影 有沒有 這個應該都還好啦 我是不用講太多 各位應該都比較容易理解 那一樣的 這個內容 如果你有需要怎麼辦 如果你要做動畫 可不可以做動畫 也可以啊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邊 一樣的 在這邊 有沒有 進來跟出去 對不對 進來跟出去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個地方 點兩下 是不是這裡又出現了 你也可以用打字效果 它這裡也有一個叫做打字效果的 我覺得效果還不錯 自由人 打字 打字跑去哪裡 有一個打字機 沒關係啦 這個我想你可以自己稍微找一下 應該就很快 那還記不記得我們在甲上那邊 有用過文字轉語音 這裡它就比較厲害 就不是只有男生女生 你還記得你們剛剛進來的時候 有看過這個嗎 你看 這樣害我曝光了 哈哈哈哈 來這裡 歡迎到今天來參加 您也能力輕鬆作客 對不對 這個就不是像剛剛一樣的 所以你來看這邊 哪裡 你家 這個 你看在這邊 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叫做語音合成 就是這個 所以你只要把 點下去 你就把你的文字放進來 我把它稍微分段一下 好你看一下我們右手邊 有沒有這麼多人 普通話 還有什麼 粵語 還有銅聲 English 有沒有 還有卡通 還有小新 我們要來聽看看小新嗎 點一下 好 然後呢 在這邊你可以設定它的音量 還有講話的速度 所以 你可以先聽看看 試聽一下 看五星小新嗎 大陸的小新跟他的小新好像不一樣 哈哈哈哈 事實上這個他們都是用 相同的那個什麼 語音的那個雲端服務 叫做 我遜飛 好太慢對不對 所以速度要快一點 哈哈哈哈 這樣了解了 所以他這邊的聲音就比較多 你可以選擇性就多很多 好 我們用正常等的同聲好了 好 所以我才說現在其實只要你 因為他中英文還算OK 以前早期幾個版本 英文放進去是不怎麼樣 這樣了解 如果你確定沒問題 你就按下應用 他就幫你把這個語音 就聲音 有沒有就進來了 那你就要跟什麼 是不是跟你的字幕要去對 嗯 我就把這個往後退 所以我字幕出現多久 那這個語音就出現多久 這樣簡單齁 所以各位 你看我們做到這邊 我們先Play一下 好出現 你也可以輕鬆的做Motion 動滑設計師 這樣了解了嗎 簡單齁 那如果 這個我就先刪掉 這個剛剛空白的 我就先把它刪掉一下 好 那如果你還有需要第二個第三個 也可以怎麼樣 用複製的 這裡可以複製 或者產生一個新的都可以 這樣基本的操作會的齁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對不對 先給你玩一下 等一下我們還有鏡頭的 欸鏡頭的 又不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這樣看的話 是不是都是在什麼 是不是在固定的 對不對 那你 應該會看到像我剛剛在這邊 我把這個打開 這個是標準的 歡迎大家來參加 歡迎大家來參加 這個是標準的 您也可以輕鬆做客 Motion Graphic 動畫設計師課程 我是課程小助理 請多多指教 那它這裡面就有 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鏡頭的 就是設定 歡迎大家來參加 好 我剛剛關掉了 給你先玩玩看 好不好 你可以安排一下你的場景 它這裡面呢 除了這個角色以外 其實你在下面 它還有很多這些什麼 就是你可以用的素材 你可以用素材 有沒有發現 這樣你要做動畫 就比較快一點